这天一大早卡特就驾车来到了当地的经销商 为自己心爱的车子订购所需的配件 准备回家时卡特还顺带参观了这一排的决斗室 看着看着哈拉子差点掉一地 这一趟就花了699码内 卡特手上拿的那张纸则是零件清单 话不多说开始咱们今天的维修工作 将连接车门的线束以及固定螺栓都拆了 然后把这个损坏的副驾车门取下来 它这车门是履制的 所以重量非常轻 一只手就能将其举起 后排车门的拆卸比较麻烦 由于变形的太严重 导致车门无法正常打开 需要利用铁棍给它撬开 估计卡特早饭吃的有点多 力气没地方撒 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 刚刚去订购配件的时候 卡特简单问了一下工作人员 一个新的车门就要600码内 前后车门拆卸完事 接着把这个座椅也给它鼓刀下来 座椅卡特到时候准备换一套新的 跟车身一个颜色 内饰板拆好后 继续用吸尘器将之前还没清理干净的地毯收拾一遍 随后把整块地毯都拆卸出来 为了方便后面处理门槛这位置变形的框架 咱们将这损坏的护板拆掉 基本每次要动到车身框架的时候 卡特都会找到齐过来帮忙 好久没见到齐了 该说不说的又变帅了不少 此时两人正在研究到时候 该如何下手比较好 就撞成这样 肯定是要做切割的了 简单的板筋估计没办法解决 底盘这块内凹的框架 等会需要利用较正义给它拽出来 尾箱跟前车身分离的问题 也要给它处理一下 不仔细看 没觉得有啥大问题 仔细看 好像哪都有问题 检查了一圈 就现在这种状况 到齐也是觉得非常的头疼 将这后排座椅下方的储物箱 跟地毯拆出来 随后拆卸掉两侧的安全带 修理这类车子闭换的配件 把这车顶也给它拆了 后排拆卸完事 接着拆这中控台 上框架机之前 车内能拆的东西 需要都给拆了 将电源断开 拆这些线数的时候 卡特基本都会拍个照片 防止后面安装不明白的时候 好拿出来对照 操作还算比较简单 全程几乎就是拟螺丝 就这么一个小的翼子板 要400多 马内 好在没有损坏 不然又要肉疼了 现在看的这个 应该是发动机的涡轮 但感觉又有点不像 卡特认为 是催化转换器 各位观众老爷们觉得呢 将这拧出来的螺丝 都放置在这种透明袋中 做上标记 方便后面找寻 把这个车厢给拆下来 将车子开到室外 然后给车尾冲洗一遍 这里面都是沙子